一座舞缺 这是王慧然先生六十年代的作品 他以优美的曲调和琵琶的表现手法结合起来 精练地表现了一座青年的各种舞姿 展现了一幅一座民族的风情的画卷 这些是一共有九段 第二段是它的核心音调 这个音调 这一段第二段我的理解是女性的读舞 比较轻盈比较柔美 我们在演奏中间要注意 初音上应该是柔和的 虽然有重音但是柔和 再加上左手的柔选应该加强 这样演奏出来的比较轻盈比较优美 然后在第三段一直到第六段 这个几段我感觉是一种男性的舞蹈 而且带有比较热烈的 有些不是独舞了 是集体的舞蹈 在这个几段里面我们注意 在处理上第一就是曲音要硬一点 那么在这个第六段的开始 它出现有几个负点 就是这里有负点 这个负点要强调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在速度上 这个几段的速度它在变化的 尤其是在第六段 从168一直到196 这速度是逐步加快的 我们在演奏上要注意 就是这个速度上 要调逐步逐步加快 要掌握好 这样就可以推向高潮了 然后到第七段 是一个长轮的缺调 这是一个很激动的旋律 我们在演奏上要 把这个音量变化要加大 第八段又恢复到第一段了 第九段又是第二段的 主要的旋律 它这个再现 在最后这一段 我们的演奏 基本上跟第二段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 它是快结束了 因此我们要逐步地倾下来 我们在逐步地倾下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给听众一种优美动听的 佛像连篇的这种 给这种意境给它 下面我们请同学来演奏一遍 与优美动听的 听众一遍 听众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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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